小红老师出面控诉艺人NONO 并表示受害者不只有她 有将近20名的受害者 时间交给静怡 好这个NONO的性骚风波 最刚开始呢 是一名女网红 这个女网友啊 在脸书上面发文指控 她被这个NONO骚扰 那么后来这名女网红呢 小红老师她也发文了 但是不管如何 后来NONO呢 是透过经纪人对外表示说 对于这个人 这件事情没印象 没印象的事情 又要怎么来回应呢 因此就是这段话 好惹来这些受害人的相当不满 像是小红老师她就说了 其实她有包括被许杰辉 她说她上过许老师的课 那么有被她骚扰过 那么呢像是黄紫焦 她说她也不断邀请小红老师 在过去去拍照 说是拍艺术照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 都已经承认过错了 她就不再提 但是现在他们认为说 NONO都已经犯了错误 但是却否认 因此她决定呢 要把这些事情 统统说出来 她说一个你记不起来 两个记不起来 那我就一件一件事情 说出来 让你好好的回忆一下 好 这名小红老师 她先自述一下 自己的经过 她说那个时候啊 她是被这个NONO 是在车上的时候 伸了魔爪 还把她带到公园里头去 那么摸了她的胸部 摸了她的臀部 事情发生过后 还对她夺命连环抠 然后在记者会上呢 接着这小红老师 就拿出了手机 因为有一封一封 很多的受害者 都有写这个私讯给她 她照着念 她说首先第一个 是一个贵姐 那么受到侵害 她说那个时候贵姐呢 是透过微信 和这个NONO认识的 然后NONO就有一天 这贵姐下班了 那NONO就开车 要去载她 载来她之后呢 没想到呢 就摸她的大腿 然后还把她拉到 这个所谓市民大道 地下停车场的厕所 去发生关系 所以在她控诉的 这揭露出来 将近20位的受害者当中 是有两名 真的受到侵害的 第一名就是 这个受害的贵姐 另外还有一名呢 电视台实习生 那个时候呢 是说要NONO要她 陪她回去 那湖的家中拿东西 那么呢 没想到却被她 强压在身上 但是还好她 后来逃走了 另外还有一个 真正受到侵害的受害者 同样也是在车上 她说那时候啊 她想要抵抗 但是因为觉得 NONO的力气太大了 所以没有办法 那么就害她 让她 让NONO得逞了 那么现在 这受害者出面站出来 就希望能获得 NONO的道歉 好 那么轻松一点话题 来看到今天是 夏至6月21号 这小莫老师 特别提醒大家 有一些禁忌 不要犯 包括说想说热啊 我要剪头发 我要吃冰 尽量都要今天不可以做 主要像是剃头发 主要担心的是 因为你头皮会晒伤 那么一旦你身体不好了 运势就会下滑 那么就会破运 虽似也会比较多 另外提到的冰水 主要是提到 因为天气很热嘛 你外头很热 那么里头呢 你又喝了冰水 担心说你的忍乐呢 身体产生变化 就会对你整个运势 造成影响了 以上是这一套话题 再把时间交换配音 台湾英雄全民加油 体育盛世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